還記得小時候 歐陽 妮妮 娜娜跟著媽媽一起上康熙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可愛啊 可是今天出門爸爸還抱怨了 為什麼不穿我買回來的衣服 你看你看他有肚子 可是我剛才問到他說沒有 Jasper 歐陽 娜娜的男朋友是Jasper 是幼稚圓的同班嗎 他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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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蝴蝶蝴蝶那個那個 你要點歌啊 兒歌都沒有改變啊 還是一閃一閃 快點多了 姐姐漂亮還是妳漂亮 姐姐 不可以挖鼻孔 太醜了 圓圓的肚子挖鼻孔跑來跑去 小時候的娜娜實在萌 如今娜娜已經是兩千一百多萬粉絲 追蹤的時尚女星 歐陽三姐妹長期在外打拼 爸爸歐陽龍日前出席郭倖春新書發表會 忍不住吐露為父心聲 我是一個三個孩子的爸爸 我常常不知道怎麼樣跟女兒溝通 說得很容易做得很難啊 我總希望他們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希望他們的人生是美好 可是站在我做父親的立場 我要用什麼的角度去勉勵他們 去開示他們 去跟他們做良好的溝通 可是我發現 我這個爸爸做的波士很秤職 因為我總覺得有的時候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那是一種壓力 我寫了再多的心靈雞湯 寫了十次 因為他們長期不在我身邊 而我得到的回答就是 有的時候我非常的灰心啊 為什麼我今天的感動 是因為來自這本書 我看到了一句話是 我舉的不是重量 我舉的是希望 人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 不能沒有希望 如果你沒有的希望 就等於你沒有的明天 你沒有的未來 我要讓他們輪流的去看這本書 這樣我就不會 再傳任何的文字給他們 而不受到理會 好 好